这期继续分享《狂消》第九篇,范建明刚准备解释,上官悠然一副贱人熟的样子,水汪汪的大眼一睁,显得更加水灵和可爱。 哦,my god,天哪,这是外婆吗?建明,要不是你喊,我还以为她是阿姨的大姐呢?真年轻,我去,这可就有点过了。 范建明一脸蒙圈地看着她。周亚平和李倩倩也同时睁大眼睛面面相去,又不约而同地看看外婆,再看看上官悠然,心想,这丫头真不是一般的厉害。 外婆一下也猛了。她已经阴沉起脸,正准备以家长的姿态教训范建明一通,也算是指桑骂怀。 只要对范建明的话说得重一点,上官悠然当然知道外婆等于是在说自己。 可不曾想,外婆正准备一步一步地用话,把范建明套进自己设计的节奏里,上官悠然却冒出这么一句话来,一下子弄得外婆没了主意。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外婆再老也是女人。 女人爱美,尤其是慕年的女人,最渴望的就是希望自己显得年轻一点。 能多活几年。 上官悠然的这番话,不仅赞美了她的外表气质,而且至少把她说小了二十岁以上,外婆心里甜得跟蜜似的。 她甚至有一种立即拿个镜子照照自己的冲动。 把她看成和周亚平是姐妹俩,周亚平本来就长得风姿卓著,外婆心想。 那自己现在的形象,得年轻成什么样了? 理多人不怪。 伸手不打笑脸人。 外婆原本设计好的套路,一下子被上官悠然全打乱了。 就在大家都不知所措,没法往下揭察时,上官悠然像只洁白的鸽子,充满着青春的活力,连蹦带跳地飞到了外婆的身边一样,紧紧抓住外婆的双手。 外婆,红颜知己就是比一般的朋友关系密切,比恋爱关系又差那么一点点,或者说一点都不差,是心有灵犀,但谁都没有点破而已。 嘻嘻,外婆,我这么说你明白吗? 谁都知道外婆在庄,这点事都不知道,她就白活一把年纪了。 上官悠然也知道,但她却故意描述的绘声绘色,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事的。 范建明无所谓,她现在与李倩倩保持的只是若即若离的关系,而且她相信,别说仅此而已,即便上官悠然把两人的关系再夸大其词一点,李倩倩也不会扭头就走。 对于李倩倩来说,至少在现阶段,钱是她的死穴。 而在她眼里,范建明也许什么都不是,但就是钱。 所以范建明断定,现在的李倩倩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钱,也就是不能没有自己。 果然,李倩倩的脸都气白了,但却令人难以想象地忍耐着。 这一辈子,李倩倩这是第二次对范建明忍耐。 第一次是在医院门口的小酒店。 范建明不动声色,心里却得意起来。 她忽然发现,上官悠然地出现,恰到好处地戳到了李倩倩的痛处。 不过,这对于范建明来说,还仅仅只是开始,只是她餐前的一碟开胃小菜,真正对李倩倩的抱负和折磨还在后头。 当然,这也不是范建明的本意那天在医院门口,她把结婚证扔向李倩倩的那一刻,本来就已打算彻底放弃,只是李倩倩没有提出到民政局去打离婚证,那就耗着呗,看谁熬得过谁。 周亚平虽然一直看着上官悠然和外婆,但眼角的余光,其实一直关注着范建明和李倩倩。 李倩倩的寒忍已经尽收眼底,范建明的不动声色,和没有丝毫的紧张与恐慌。 无疑是在告诉周亚平,其实在她心里,李倩倩没有大家所想象的那么重要。 而这对于周亚平来说,却是一件好事。 她可以利用李倩倩搅乱范建明的心智,让范建明永远腾不出精力,去插手范氏集团的事物。 上官悠然的一番赞美,让外婆无法冷起脸,而她对红颜知己的解释,外婆又不能不表态。 我说小姑娘,你长得很漂亮,也很可爱,在国外的时候,和我们家小明的关系,一定非常不错吧? 那是相当不错,她可是,救过我和我父亲的命,是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 我早就想以身相许,可她很讨厌,说是在家乡有个同学,是她心目中的女神,那个女同学好像叫李倩倩什么的,你说,气人不气人? 李倩倩一听,心里的小鹿又乱撞了起来。 谢天谢地,范建这货在国外还一直念叨着我,无非就是看到了我跟张国栋那天晚上在一起的情景,这件事,可以洗白? 上官悠然,还真的没乱说,当初在S国的时候,她曾经直截了当地向范建明表露了爱意,范建明确实以李倩倩为由搪塞了她。 虽然那个时候,方亚丹和李倩倩都是范建明心目中的女神,毕竟李倩倩的家庭条件要差一点,而且还是外婆的邻居,所以,她的潜意识中,觉得李倩倩比方亚丹更容易让她梦想成真。 外婆文言,趁机说道,你知道就好,小明这次回来,已经打了结婚证,元旦就准备举行婚礼。 作为一个朋友,我们欢迎你来家里做客,但其他的想法,你最好。 没事的,上官悠然说道,虽然我出生在西方,但很早就跟我爸爸去了S国。 外婆你可能不知道,S国国可以一夫多妻的。 我爸爸,在S国有金矿的,建明有在我爸爸的金矿上打工,他这辈子肯定还得回四国,我欢迎他把那个李倩倩带过去。 至于谁做大谁做小,那就到时候再说了。 一听说他家里有金矿,而且又是从S国赶来的,李倩倩这才慢慢地认出来。 眼前的这个小美女,就是刚刚在拍卖会上出现的那个英俊青年,心里又开始发慌。 爱马,他有钱有长相,我能争得过他吗? 开始还以为,他是哪个夜长的小狐狸精,怎么居然是富豪家的千金小姐啊? 人长得这么漂亮,家里又有情况,他压得有病吗?怎么就看中了范健这货? 是吗?周亚平这时故意惊恶到S国,还实行一夫多妻制。 可不咋的?当然,必须得是有钱人,建明在我爸的金矿上,还是个主管,年薪六百万美元,还不包括年底的分红,也不包括平时我偷偷送给他的零花钱,嘻嘻。 年薪六百万美元,范健明出国七年。 李倩倩一算,我去,他原来这么有钱呀。 周亚平一听,心里十分震撼。 一个小小的主管,年薪可以拿到六百万美元,那我要是投资金矿,一年下来能赚多少呀? 上官小姐,周亚平问道。 据我所知,S国连年战火,在那里开金矿安全吗? 阿姨,别叫我小姐啊,叫我悠然就好,上官悠然说道。 所谓乱世出英雄,正因为那里连连打仗,当地人才没有机会开采金矿,一般开采金矿的,都是手里握有重兵,也就是那些雇佣军,还有就是电视里所说的非法武装。 据我所知,今天在拍卖会上出现的那个西洋人,也是开金矿的,你认识他吗? 听说过,不过他是在W国,相对于我们现在所在的S国,他们那边的战火少多了,所以开个金矿,也算是转稳当前。 不过他不敢招惹我,因为他知道,我们能在S国开金矿的,常规武器小菜一碟,我们连导弹都有。 惹毛了,我老爸直接让人发个导弹到他矿上去,他就没谁了。 我乐得去,这么狂。 周亚平也就是向他了解一下情况,即使他父亲的金矿在赚钱,周亚平也不会把钱往那里投。 周亚平的钱,都是从范氏集团挪用的,投资到上官悠然父亲的情况,岂不是在替范建明赚钱吗? 而且,S国连年战火,万一他父亲的金矿被别人抢去了,周亚平岂不是弹打鸡飞,竹篮打水一场空吗? 所以他决定,尽快跟麦克取得联系,如果有可能,他要把从范氏集团转出去的钱,至少要拿一半投资到麦克的金矿上,那样的话,既可以赚钱,还可以把自己的钱洗白。 周亚平正暗自得意,盘算着如何跟麦克接触,却不知道这是范建明给他挖的一个大坑,而上官悠然一席话,刚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 外婆在旁边听到这一切之后,心里兴奋得不得了。 终于熬出头了,早就知道小明会有出息的,没想到不靠父亲,他已然是亿万富翁了。 小明! 外婆! 你现在有钱了,但也不许乱花,除了好好的建立一个家庭之外,如果有闲钱,可以多做一点善事。 你放心吧,外婆,我都想好了,回头我就把你带的那个养老院好好弄一下,让你的那些老伙伴们也跟着高兴。 外婆终于忍不住笑竹颜开,心想,还是小明了解我。 这一会儿,站在边上的李倩倩,忽然感觉到自己被忽略了,于是说道。 外婆! 妈! 你们先聊着,我去买午餐。 上官悠然洋装,根本就不认识她,刚好她喊周亚平为妈,于是笑嘻嘻地走过去,双手紧握着李倩倩的手说道。 你是阿姨的女儿,这么说还是贱明义父义母的姐姐了? 姐姐,你长得真漂亮。 范贱明忍住没笑出声来。 这丫头真逗,居然说李倩倩是我姐姐,后面说她长得漂亮,其实之前不就是说她年纪大吗? 漂亮的女人怎么会嫌老? 她就是说李倩倩长得丑呗。 李倩倩一下尴尬了。 她很聪明,也很敏感,当然听得出上官悠然的话外音。 更难堪的是,上官悠然对她这么友好,她还不能给颜色对方看,甚至都不好意思自我介绍。 周亚平微微一笑,心想,有好戏上演了。 外婆看到李倩倩一脸难受的样子,立即说道。 上官小姑娘,你还不认识吧?她就是我的外孙媳妇,也就是建明的妻子,今年元旦准备结婚。 哦,上官悠然故意瞪大眼睛,张大嘴,一脸惊讶地扫视了大家一眼,转而又嘻嘻一笑。 没事,没事,结婚好呀,建明在S国的时候,天天就想着跟你结婚。 你们要是结婚了,你就是我亲姐,以后咱们三个人,在江城的话,就在民山小洋楼里生活,到S过去的话,就在我家的别墅里生活。 三个人在一起生活,她把这里当成了S国的一夫多妻制。 但是,范建明站在边上面无表情,周亚平心里乐开了花,也不动声色。 外婆却尴尬了,她很想对上官悠然说清楚,范建明这辈子只可能娶李倩倩一个妻子。 可又想到,她是范建明老板的女儿,一时不敢得罪,只能等有空的时候,再单独跟范建明聊聊。 李倩倩虽然挺难堪的,但也没有流露出多大的愤怒和失望。 毕竟她跟范建明没有任何感情,只要能够得到范建明的钱,哪怕仅仅只是做名义上的夫妻,她也愿意接受。 外婆说出她身份的时候,她还以为上官悠然会发飙,甚至撒泼打滚。 没想到,上官悠然却愿意,与她共事一夫,虽然这不符合国家的法律的。 但上官悠然这样的千金小姐都愿意,已然变成落汤鸡的李倩倩,也就更没有理由反对了。 她甚至还想,范建明有了上官悠然,恐怕也就不会跟自己纠缠了,她倒可以落得个清闲自在。 李倩倩勉强地笑了笑,转身朝门外走去。 周亚平立即说道, 悠然,你先坐一会儿,倩倩等我一下,我跟你一块儿去。 他们两个走后,范建明笑了笑,走过去把电视打开。 外婆想单独跟范建明说几句话,可又不能轰上官悠然走。 上官悠然在周亚平和李倩倩面前演完戏,这会儿这儿巴精地坐在外婆边上,跟她谈起了东方传统文化。 虽然是华商,但她从小出生在西方,对过国的文化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和兴趣,这道大出外婆的预料。 范建明拿着遥控在调着台,听到上官悠然跟外婆谈的那些东西,心里却忍不住叹了一口气,她想。 要是上官悠然的内心世界,和她外表这样既青春靓丽,又单纯明镜就好了。 只可惜。 周亚平和李倩倩离开之后,一路上都在观察李倩倩,居然发现她好像显得挺轻松,没有正常的女人,在明知自己的丈夫有了另外的女人,所应该表现出的愤怒或者是忧怨。 她很奇怪。 倩倩,周亚平问了一句。 我一下子没弄明白,刚刚在病房里的那场戏,究竟是建明和上官那丫头演给你看的,还是你和建明演给那丫头看的。 李倩倩愣了一下,反问了一句。 妈,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没明白。 周亚平笑了笑。 倩倩,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傻呀? 李倩倩苦笑道,我知道你说的是刚刚的事,问题你说在演戏,而且还说,我跟建明演戏给那丫头看,我真的不明白什么意思。 真的不明白吗? 周亚平的判断很简单,李倩倩跟范建明都打结婚证,并且连婚期都定了,现在突然冒出一个上官悠然来抢她丈夫,她竟然还如此冷静,像是个没事人似的。 在周亚平看来,除非李倩倩和范建明的婚姻本来就是假的,他们就是为了吊上官悠然的胃口,所以才演出了今天的一幕,甚至包括今天在拍卖会上的那一幕。 李倩倩和范建明的目的,就是为了促使上官悠然到追范建明,而上官悠然果然中计,千里迢迢跑过来,竟拍民山小洋楼不错,还把卡里多余的钱全部送给了范建明。 如果说范建明和李倩倩是在演戏的话,这出戏无疑是成功了。 当然,也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 那就是,范建明一直在追求李倩倩,毕竟他们是同学,说不定在学生时代就开始追了,但却苦于始终不得要领。 所以,这次回国之前,范建明就跟上官悠然商量好了,准备在李倩倩面前演一出戏,以便范建明早日把李倩倩追到手。 范建明回国之后,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李倩倩居然已经答应了和范建明结婚。 既然这出戏在归国之前就排练过了,虽然现在已经把李倩倩追到手,但范建明也有可能希望在锦上添花,同时也为了在所有人面前显摆。 所以,将这场戏从拍卖会一直演到医院。 这两种可能性都有,而且看到上官悠然那么漂亮,家里有那么有钱,所以,周亚平心里其实更偏向于第一种,那就是范建明和李倩倩两人在演戏给上官悠然看。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解释李倩倩现在的轻松神态,而李倩倩貌似还在装傻,就更让周亚平肯定自己的判断是对的。 所以,她看着李倩倩没吭声。 李倩倩忽然反应过来了,周亚平一定是看到她,没有表现出一个妻子,对另外一个女人明目张胆地抢夺自己的丈夫,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愤怒,才怀疑到她是在跟范建明演戏。 而且李倩倩也知道,她跟范建明之间的事,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时。 何况她想在范家立足,除了外婆之外,恐怕全都要仰仗周亚平了,所以咬咬牙,把她跟范建明、张国栋之间发生的事情,一五一时的,都跟周亚平说清楚。 李倩倩最后苦笑道,妈,我现在并不是怕别的女人跟我抢,而是不清楚,建明对我真实的态度,她已经把她的结婚证扔给了我,等着我提出到民政局去打离婚证。 现在又冒出这么个上官悠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是听天由命。 我去,原来如此。 李倩倩这丫头,也是自找的,既然都跟范建明领证了,还跟前任纠缠不清。 范建明也是没谁了,放着上官悠然,这么漂亮的丫头不要,还惦记着什么昔日的同学,而且还是个破鞋,有病呀。 如果范建明是她的孩子,以周亚平的性格,现在就会把自己给的见面礼要回来。 周亚平倒不是在乎那一百万,她是绝不允许自己的儿子成为接盘侠和绿帽男。 但范建明,周亚平问道, 倩倩,你跟我说句实话,你究竟爱不爱建明? 李倩倩很清楚,周亚平是个相当厉害的女人,在职场这么多年,绝对是相当有手段的。 不然,当初范红生不会因为她而和自己的妻子离婚,甚至不认自己的儿子。 而现在,她又能让范建明的外婆对她交口称赞,范建明也承认了她这个后妈。 这就足以说明,周亚平绝对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语的人物。 李倩倩有的是小聪明,但她不想,或者说不敢在周亚平面前玩。 妈,我只能跟你这么说,不管爱不爱的,我都会跟她结婚。 一是我们领了结婚证,所有的同学都知道了,这突然又离婚的话,不管是什么原因,我都无法跟大家交代。 二是你和外婆,范叔叔,跟我父亲,都见过面,已经把婚事定下来了,如果这个时候退出,我也无法跟父亲交代。 群 三是我父亲,曾经遭人算计,不仅工作没有了,而且背了一身的债务,这次又生了一场大病,我家急需要钱。 我可以向你保证,一旦跟建明结婚了,我一定会跟他好好过日子,绝对不会再跟前男友有任何来往。 周亚平没想到,李倩倩居然如此坦白,赵直说出了自己家里急需要钱,无疑是承认,他之所以跟范建明结婚,就是看中的范建明现在有钱了。 这一点倒是与周亚平倒是挺相像的。 当初范红生跟他发生关系之后,也问过周亚平,为什么愿意跟自己发生关系。 周亚平并没说是因为爱情,更没说是因为范红生长得帅,而是直截了当地说明,就是看中范红生家大业的,能够给他所需要的生活。 其实范红生也不缺女人,但他就是看上了周亚平的诚实这一点,所以最终采取了她,只是没想到,周亚平一点都不诚实,她是削尖了脑袋往前里钻的女人。 周亚平在李倩倩的身上,似乎看到了年轻的自己。 像这样的女人,她本应该提防和厌恶,但为了范氏集团的财产,周亚平打算充分地利用李倩倩。 万不得已的时候,甚至不惜托李倩倩下水,两个人联合起来,把范氏集团掏空。 周亚平叹了口气,你也是个苦命的孩子,就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因为各种原因,跟心爱的男人在一起,非要嫁给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甚至有些讨厌的男人。 李倩倩一下子愣住了,她没想到周亚平会对自己说出这种话。 都说红颜薄命,其实我年轻的时候,跟你一样漂亮。 李倩倩赶紧笑道。 妈,你现在也很漂亮。 姥姥,周亚平叹道。 就为了你叫了我这么多声的妈,咱们鸟儿俩也算是有缘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帮。 祝你,牢牢地拽住贱名。 也许她不算是个优秀的男人,但对于你来说,她就是一座金矿呀,你可不能让到手的财富,白白地从纸尖流走。 妈,李倩倩几乎就要给周亚平贵了。 你是个好人,我谢谢你。 这时,他们已经从餐馆里炒了几个菜,主要是以清淡为主,因为都是病人,吃不了那么好的。 然后又打了几份饭,包括范建明和上官悠然的。 两人双手都提着满满的塑料袋,从酒店出来之后,朝病房走去。 倩倩呀,你记住了,周亚平说道。 不管是否已经举行婚礼,只要你们打了结婚证,就是合法夫妻,没人能够动摇你的地位。 李倩倩点了点头,但又不无担心地说道。 问题是,上官悠然家里那么有钱,把拍下的名山小洋楼写成贱明的名字送给她。 就像玩似的,而且长得又那么年轻漂亮,我。 周亚平说道。 感情是两个人的事,如果你想得到贱明的感情,我确实无能为力,只有靠你自己的魅力了。 至于说到钱的话,我刚刚之所以向你强调你合法夫妻的身份,就是让你记住。 打结婚证的时候可以随意,打离婚证的时候,别忘了自己的权益。 李倩倩愣住了。 周亚平笑道。 当然,如果范建明是穷光蛋,也就无所谓了。 他现在有钱,要想跟你离婚的话,你不让他拿出一半的资产出来,就别再离婚证上签字。 李倩倩并不是不懂得这个道理,问题是他们虽然领了证,却没举行婚礼。 如果说两个人是夫妻,李倩倩觉得自己用范建明的钱,那绝对是顺理成章。 但这个时候如果离婚,让他开口要范建明一半的钱,李倩倩还真的做不出来,更何况他也懂法律,觉得事情并不像周亚平说的那么简单。 妈,这夫妻间的财产,也得分婚前,婚后的吧,建明现在所有的钱,都是他婚前赚的,我好像没有权利要他的钱。 周亚平点了点头,所以我让你挺住呀,千万别放弃现在这个身份。 他爸爸中风在床,不可能再管理范式集团了,将来范式集团一定是交到建明的手里。 这几天他就要到集团去上班,到时候我会设法会把法人代表改成他的名字,就算到那个时候你在离婚,你也可以得到范式集团的一半财产。 不是,妈,李倩倩在被感动得一塌糊涂的同时,提醒了一句。 范式集团的一半财产,不应该是归属于你吗?如果你把法人代表改成了建明,那你的那一半财产? 行,这丫头心也不贪,居然还知道范式集团的一半财产属于我。 倩倩呀,周亚平语重心长地说道。 我也是快奔五十的人了,膝下没有一儿半女,将来养老的话,不就是靠建明和你吗? 钱对于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无所谓,只盼着将来走不动的时候,能有一个人在身边照顾。 还是那句话,咱们鸟儿俩有缘分,你为了自己的父亲,可以放弃自己最心爱的男人。 这就足以证明你有孝心,建明能不能靠得住,我还不敢肯定,但我相信,等到我老了不得动的时候,你一定会守在我的身边。 李倩倩一听,感动得立马热泪盈眶。 虽然周亚平说的,好像是为了自己的养老,可在李倩倩看来,周亚平这是把自己当成了亲生的女儿。 这一刻,李倩倩还真的相信,自己和周亚平有缘,周亚平的所作所为,无一等于是把她应得的范氏集团一半的财产,全部转给了李倩倩,那可是几个亿啊? 这个时候,如果给周亚平下跪,李倩倩觉得太过虚伪,所以她打算,一旦自己真的能够跟范建明举行婚礼,她一定会在婚礼之上,给周亚平跪下磕几个响头。 但她却不清楚,等到范建明入主范氏集团,真正可以掌控全局的时候,范氏集团的财产,恐怕早就被周亚平给掏空了。 周亚平甚至想到,将来转移财产的这个锅,还得让李倩倩给自己背着。 妈,你今天说的话我记住了,我一定不会忘记自己合法的身份。 周亚平点头道,还有一点你要记住,对付上官悠然那丫头,你要背着一点大家,一定要在范家,树立起一个贤妻良母的形象。 虽然范建明已然知道你过去的一切,甚至把结婚证都甩给了你,但她从来就没跟家里人说,从这一点上,充分证明她也是有极强虚荣心的。 你应该好好利用这一点,只要你不提出离婚,她一定不会强迫你离婚,也不会把你们之间的事情,跟她父亲和外婆说,而只要你多在她父亲和外婆身上下点功夫,被他们两个人认可,恐怕就没有人能够动摇你在范家的地位。 0.至于上官悠然的丫头,仗着自己家里有钱,根本不会把你放在眼里,其实这样更好,你就让她嚣张去, 反正你跟建明没什么感情,就让他们两个花钱跃下去吧。 你只要把范氏集团的财产抓在手里,这一辈子就不会亏了自己,至于男人。 呵呵,你懂的。 说完,周亚平还瞟了李倩倩一眼。 她忽然想到,自己的儿子黄耀武不是也看上了李倩倩吗? 将来自己完全控制了李倩倩之后,让她陪自己儿子玩玩,她绝对不会拒绝的。 而黄耀武,恐怕也会因此感谢她这个做妈的,从而可以修复他们母子之间已经出现裂痕的感情。 李倩倩对此浑然不觉,只是感觉周亚平对自己好的有点出人意料,尤其是最后这句话,等于是直接了当地告诉她,只要能够掌控范氏集团的财产,将来想要什么样的男人没有。 这哪里是未来婆婆能够说出来的话,完全就是亲娘呀。 本来以李倩倩的聪明,当然能够察觉出周亚平可能别有用心,现在笼络自己,说不定会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可周亚平之前说的话,让李倩倩彻底放弃了戒心。 老人最需要的,其实就是亲人的陪伴和守护。 正直壮年的周亚平,总有一天会老去,膝下无儿无女的她,在无法完全相信范建明的时候,不依靠她李倩倩,又能依靠谁呢? 妈,两行热泪,已经从李倩倩的眼眶奔涌而出。 你今天说的金玉良言,就算是我亲妈都说不出来。 你放心吧,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亲妈,将来不管做什么,我都会以你马首是瞻,你说什么我都会听的。 周亚平暗自得意起来,觉得已然把李倩倩玩弄于鼓掌之间,不过她却故意装出一副神情凝重的样子,而且长长地叹了口气,让李倩倩感觉,她是真的和李倩倩同病相连,而且不希望李倩倩受到任何伤害似的。 李倩倩被她的那幅表情感染到了,也真真切切地被她感动,这个时候,就算让李倩倩为周亚平去死,李倩倩也绝不会含糊。 他们提着两塑料的饭菜,刚刚走到过道上,李倩倩就听到从父亲李家良的病房里,传来母亲贾小燕的呵斥声。 李倩倩一听,脸色都变了。 她立即提着塑料袋,就往病房里跑,刚刚跑到病房门口,就听贾小燕愤然道。 你是女儿的爹,我也是女儿的娘,女儿出嫁这么大的事情,你凭什么不跟我商量,居然擅自做主。 李家良气地把脸偏到一边,懒得搭理她。 李倩倩冷声道。 你现在记得你是女儿的娘了,早干什么去了? 周亚平一听,就知道是李倩倩的母亲来了,她立即跟了过去,不过并没有出现在门口,而是站在门边,悄悄地听着里面的动静。 李家良听到女儿的声音响起,如同大赦。 她是搞不定自己的老婆,但她清楚,她的老婆也搞不定女儿。 一脸暴力之气的贾小燕,看到女儿之后,立即笑成一朵花似的。 哎哟,娘的心肝宝贝,你看看,才几天没见面,怎么就憔悴成这个样子了? 两年,李倩倩冷冷地说了句。 贾小燕震了一下,立即尴尬地笑道。 我说宝贝,这两年我可没少到学校去找你,可你老是躲着不见我啊。 说吧,今天来有什么事? 李倩倩心里很清楚,今天手机里全是拍卖现场的事情,贾小燕一定是看到她跟范建明和周亚平在一起。 而且,上官悠然拍一名山小洋楼之后,当场送给范建明的情景,已经在江城传开。 再加上周亚平本来在江城,就挺有名气的,贾小燕一定是看到了这些消息,才赶紧跑过来蹭热度。 只不过李倩倩并不清楚,贾小燕现在的老公夏文胜,是江城比较大的一个建筑商,今天也到了拍卖会现场。 她也想拍下明山小洋楼,力争在将来竞拍旁边那块地的时候,占据有利位置。 夏文胜全程目睹了当时的情况,回家就把这事告诉了贾小燕。 贾小燕一看自己的女儿傍上了的大款,赶紧赶到学校一问,才知道李倩倩已经请假,因为李家良住院动手术,转而又赶到了医院里来。 我说宝贝,我今天又到你们学校去了,才知道你爸爸住院动手术,所以赶过来。 谁知道他告诉我,你都打了结婚证,而且定在元旦举行婚礼,我这做妈的怎么能不知道呢? 你今天才知道我爸住院动手术呀,上个星期我给你打电话,说爸爸动手术要三十万。 我当时可是开口向你借钱,你二话不说,把电话就挂了。 宝贝,你可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你要用钱的话,妈妈二话不说,可你要把这钱花到这个没良心的。 谁没良心,李倩倩直接对道。 当年爸爸正儿八经的工作时,你天天说他不会赚钱,今天说这个局长怎么样,明天说那个处长怎么样,就是爸爸不懂得捞钱。 结果,爸爸被人告了进了监狱,你却拍着屁股嫁人,那是他自找的,我是说他不会赚钱,他本来也不会赚钱,可我没让他去受贿呀。 那你应该知道,爸爸被发了多少钱的款,被没收了多少家产,外面欠了多少债,而且肾脏不好,要动手术换肾,你不闻不问,你是不是想逼着你女儿到外面去卖呀? 瞧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妈妈是那么狠心的人吗?你都做出来了,还有什么狠心不狠心的?你不知道吧?为了还债,我把房子抵押出去了,为了给爸爸动手术,我嫁给了一个我并不爱的男人,你还想要我怎么样? 贾小燕叹了一口气,说的也是,心肝宝贝,这都是妈不好,妈妈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多苦,早知道的话,不就几十万块钱吗?妈妈早给你了。 现在,给也不迟呀?行,等会儿妈妈就转给你,贾小燕眼珠一转,接着又说道,吴婆婆的那个外孙,长得确实不如张家的那个小子,可人家有钱呀。 听说今天你跟她后妈在一起,先不说,他们犯家的财产,她这出国几年,交了多么好的朋友。 把民山小洋楼拍下来不说,还送给了她几个亿。 我说心肝宝贝,他们家有的是钱,回头要彩礼的时候,你可别心软,至少要她两个亿。 真黑呀。周亚萍本来就够黑的,听完贾小燕的这番话,不禁大摇起头。 一个从来不管自己丈夫和女儿死活的人,现在看到女儿嫁了个有钱人,第一时间蹦出来要彩礼,而且还是天价,周亚萍只能自叹不如。 李倩倩怒道,我要多少彩礼,跟你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有关系呀,孩子都是自己的好,我虽然嫁给你下叔叔,他有自己的儿子,可他儿子只会替他养老送中,我将来老了,还不得靠你呀。 噗!知道将来要靠李倩倩养老送中,可在李倩倩最需要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出现呢?周亚萍都听不下去了。 怪不得李倩倩见面就喊周亚萍妈,原来她是被这个亲妈伤透了心。 我替你养老送中,我连自己都养不活。我不要你养,我生了你这么个漂亮的心肝宝贝,范家那傻小子那是赚了多大的便宜呀? 他会养我的。是吗?那你嫁给他好了。 这孩子,怎么说话的?我现在可是他名正言顺的丈母娘,你说这话,要是被他听见,将来我怎么面对他呀? 群!你还想面对他?晚了? 说着,李倩倩把塑料袋往床头柜上一放,从里面拿出两盒饭菜放在床头柜上,拿着筷子让李家梁吃饭。 李家梁一声不吭地端着一次性的饭盒,立即吃了起来。 贾小燕不明就李,眨巴着眼睛问道。 晚了?不是,我的心肝宝贝,你……什么意思呀? 范建明知道我跟张国栋的事,已经不打算跟我结婚了。 啊,什么?贾小燕的脸色顿时变了你这傻孩子,她说结婚就结婚,不结婚就不结婚呀。 咱们可是黄花闺女,能让她白玩吗?我乐个去,这真是亲妈。 周亚平实在听不下去了,她提着塑料袋立即离开。 李倩倩美好气地说道。 你以为你女儿像你,只要有钱,跟哪个男人都能乱来吗?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不行,咱们不能让她白占便宜,就算不结婚,咱们也要到法院去告她,让她赔青春损失费。 别闹了,她都没碰过我,赔偿什么青春损失费啊。 啊?你这死丫头,怎么这么笨呀?不知道女人全凭身体吃饭吗?你不跟她那个啥?怎么能拴住她的心? 从一开始进门的心肝宝贝,到后来的这孩子,再到现在的这死丫头。 贾小燕丑恶的嘴脸,简直一览无余。 李倩倩猜得一点都不错,她就是冲着范家的钱来的,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呀。 贾小燕眼珠一转,不对吧,心肝宝贝,你这是在谁我呢? 正你干什么,今天从拍卖会现场回来,我在路上碰见了张国栋,说了几句话,结果范建明来了,他们两个打了一架,范建明把结婚证都甩给了我,不信你看。 说着,李倩倩从包里掏出两张结婚证,其中的一张,就是那天晚上范建明甩给她的。 一张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一张皱皱巴巴,还破了一个脚,贾小燕一看,就知道李倩倩没说假话。 贾小燕摇了摇头,你呀,你呀,跟你那不成器的爸爸一个德性,一座金山摆到你面前,你都能让她白白地流走,刚刚说什么,我逼着你去卖,我看你呀,这辈子就是应该去卖的命。 好吧,终于原形毕露了。李倩倩冷笑道,你就是这么做妈的,对了,你刚刚答应转给我的钱,还要钱,去死吧,你。 贾小燕把两张结婚证,一下子甩到了李倩倩的脸上,一转身,嘎唧嘎唧地离开了。 李家良很清楚,这些事都是前几天发生的,只不过李倩倩拿到今天来说而已。 听到贾小燕的脚步声远离之后,李家良摇头道,你看看,这就是你妈,一点大脑都没有。 她不是没有大脑,而是心术不正。 我现在还担心,到你们结婚的时候,她会不会还来闹? 我大婚的日子,她要是敢来闹,我当场跟她翻脸。 说完,李倩倩拿起塑料袋,又把里面的饭菜端到了范红生的房间。 一口一声爸爸地叫着,一勺一勺地给范红生喂饭吃,范红生心里暖暖的,心想。 还是儿子厉害,能找到这么个既漂亮又贤惠的媳妇回家,真是有福气啊。 周亚平拿着塑料袋的饭菜走进了外婆的病房,他们几个人一块吃了起来, 周亚平对贾小燕的是只字不提,只是说,李倩倩把饭菜送到了范红生和李家梁那里, 上官悠然一边吃着饭,一边不停地叫她阿姨,还把菜往她碗里加。 周亚平健壮,慢慢地也喜欢上了上官悠然,而且在心里为自己的儿子打抱不平, 怎么这一颗嫩嫩的小白菜,就被范建明这头猪给拱了? 相对于李倩倩而言,周亚平觉得上官悠然更青春靓丽,也更天真无邪, 她甚至希望上官悠然能成为自己的儿媳妇。 只是两个家庭的悬殊太大,而她又不能公开自己还有一个儿子的信息, 但却留了个心眼,就等以后有没有合适的机会。 吃过饭之后,外婆问范建明,什么时候可以出院,范建明笑道。 今天就可以,走,我们现在就搬新家去,外婆立即说道。 那赶紧叫上倩倩,咱们一块儿去。 说着,外婆起身,准备往外走。 外婆,范建明愕然道。 你不坐轮椅呀。 这孩子,外婆现在的腿好了,眼睛也看得不见了,还要坐轮椅干什么? 范建明笑了笑。 他们四个人先是来到李家良的病房,看到李家良还在吃饭,寒暄了几句之后, 又来到了范洪生的病房,看到李倩倩正在为他吃饭,外婆心里特别高兴, 越发觉得李倩倩是个十分贤德的外孙媳妇。 上官悠然听说,这是范建明的爸爸,立即走过去,叔叔长,叔叔短的, 还主动自我介绍,自己是范建明的红颜知己。 范洪生一下愣住了。 我去,我这宝贝儿子,比我厉害啊。 找个媳妇这么漂亮,又冒出一个更漂亮的红颜知己, 而且,媳妇还没有显示出半点的不高兴。 等李倩倩为过范洪生的饭之后,外婆,周亚平,李倩倩, 范建明,和上官悠然,一块坐在了周亚平的车里。 周亚平开着车,外婆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在后面的后排座上,李倩倩坐在左边, 范建明坐在中间,上官悠然坐在右边。 李倩倩和范建明都是端端正正地坐着, 上官悠然居然挽着范建明的手臂, 还把脑袋靠在范建明的肩膀上。 周亚平从内饰厅里看到这一切,心里得意地笑着。 他们犯家以后够热闹的了。 外婆可没有心情关心后面的事情, 她还不知道范建明要把她安排在什么地方? 家没有了。 看到周亚平现在这么会为人, 外婆估计恐怕会住到周亚平家里去。 没想到周亚平一直开着车, 直接朝郊区奔去, 外婆想问又不好意思, 只能忍着不说话。 等到轿车停到明山小洋楼前时, 外婆还以为这就是周亚平和范红生的家。 一想到女儿如果活在世上, 恐怕也会生活在这样的小洋楼里, 心里不禁有些伤感, 她真的不太想进去, 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又不好意思说尤其是周亚平好心把她接过来。 这个时候要说回头的话, 外婆怕伤了周亚平的心, 弄不好刚刚融洽的家庭气氛, 又会因为自己搞得乌烟瘴气。 李倩倩看到了上官悠然, 一直挽着范建明的手臂, 只能洋装不见。 她正准备下车搀扶外婆的时候, 没想到上官悠然一下车, 立即挽起了外婆的手臂, 兴高采烈地问道, 外婆, 你看这栋别墅怎么样? 外婆勉强地笑了笑, 挺好的, 你喜欢就好, 是我拍下来送给建明的, 怎么样, 我的眼光还不错吧? 外婆一愣, 这是。 周亚平这时说道, 外婆, 这就是民山小洋楼, 前两天, 我还准备把她拍下来送给建明和倩倩的, 没想到, 今天是上官姑娘把她拍下, 送给了建明。 外婆一听, 立即停下脚步。 如果说范建明没有和李倩倩打结婚证, 让外婆在李倩倩和上官悠然之间做出选择的话, 也许她希望范建明能够娶上官悠然。 上官悠然看上去, 毕竟更年轻, 更漂亮, 更充满青春的活力, 年龄方面也与范建明更相配。 但现在不一样了。 双方的大人都见过面, 婚礼的日期也定下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范建明的家长, 外婆觉得自己必须主持公道。 我说孩子, 外婆对上官悠然说道, 不管你跟建明关系再好, 就算是新婚贺礼, 你这个礼也太重了一点。 我们都是普通人家, 这样的大礼, 我们可受不起。 说着, 外婆不顾上官悠然, 还挽着她的手臂, 就要转身上车离开。 在旁边看着这一幕的李倩倩, 心里感到了无比的温暖。 从外婆到周亚平, 再到范鸿生, 李倩倩觉得范建明的一家人, 既善良又充满正义感。 如果真的能够成为范家的媳妇, 她觉得自己这一辈子, 简直太幸福了。 当然, 除了范建明之外, 在李倩倩看来, 除了有钱, 范建明一文不适。 她好像始终没搞清楚, 要说善良, 其实范建明是最善良的。 要说有爱, 也只是范建明爱她。 外婆和范鸿生, 都是爱屋即屋, 只要是范建明最终的选择, 她们都不会有任何意义的。 至于周亚平, 仅仅只是为了利用她而已。 自作聪明的李倩倩, 面对范建明的时候, 大脑总会习惯性地短路。 上官悠然这时解释道, 外婆, 其实我竞拍的钱, 都是建明的工资。 这次她回国走得匆忙, 把卡落在我家了, 所以我赶过来送卡, 看到她参加拍卖会, 就知道她看中了这栋别墅, 所以越祖带袍, 就把这栋别墅拍下来了。 外婆一脸疑惑地看着范建明, 范建明点了点头, 外婆这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转心里又有点不舒服。 上官这丫头怎么回事, 用别人的钱这么大方, 看来这丫头并不靠谱, 说不定是个败家的玩意儿, 外婆听到是范建明的钱, 这是理直气壮地回过头来, 对李倩倩喊了一句, 倩倩,过来, 咱们一块进新家看看。 李倩倩赶紧走过来, 立即挽起外婆的另一只手臂。 左边是李倩倩, 右边是上官悠然, 两个美女共同搀扶着外婆。 范建明赶紧掏出遥控, 把别墅的大门打开。 这是一个带院子的别墅, 所有的门窗都是智能控制的。 里面的建筑和装潢风格, 完全是欧式的。 别墅层高, 一共是三层, 走进客厅一看, 不仅宽大敞量, 而且直通三层的玻璃屋顶, 看上去就像是教堂一样。 从二楼和三楼的过道上, 都可以俯瞰客厅的全景。 整栋别墅的房间加起来, 至少有二十多间, 还不包括地下室。 屋里的家具一应俱全, 连床上用品都是崭新的。 这栋别墅的原主人, 几乎把这里当成了一个俱乐部。 最让大家感到不可思议的, 别墅里居然还安装了一台观光电梯, 站在电梯里就可以俯瞰全市的情景。 更重要的是, 住在这里的主人上下楼方便。 这也就是在三四线城市, 如果在北上广, 别说是拍卖, 估计本身的价格就只好几个亿吧。 每到周末的时候, 就会邀请市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到这里聚会, 也就难怪这栋小洋楼, 在整个江城这么有名气了。 周亚平早就知道这座小洋楼, 也知道经常到这里面来的都是些什么人。 他曾经也想挤进那个群体, 可惜没有机会, 因为别墅的前主人, 并没有把他和范氏集团放在眼里。 外婆上上下下一看, 不禁感叹道, 这房子也太大, 太多了, 人少了, 还有点害怕。 建明呀, 我看最好是让你爸, 你阿姨, 还有倩倩他爸爸, 都一块搬进来住吧, 人多热闹。 李倩倩一听, 心里顿时紧张起来, 生怕范建明不会答应。 只要范建明答应, 让他父亲住进来, 这门婚事, 就算是绑在马背上的了。 范建明笑道, 你老人家怎么说怎么事, 听他这么一说, 李倩倩悬着的心, 终于放了下去。 只不过李倩倩并没有感觉到, 这是来自范建明的友好, 反而觉得, 这是外婆的功劳, 因为范建明一切都听外婆的。 所以, 李倩倩只想着, 将来如何要对外婆好, 然后再继续哄着周亚平, 至于范建明, 她从来就没有静下心来好好想想, 自己应该如何融洽 与范建明的关系。 整个房间的主卧, 在二楼, 至少有一百个平方, 既豪华又大气, 尤其是卫生间, 装潢的金碧辉煌, 偌大的浴缸, 几乎可以游泳。 这里将来就是范建明和李倩倩的新房。 一想到自己这辈子, 将要在这种空间度过, 李倩倩兴奋地浑身微微颤抖起来。 尤其是那张超级大的水床, 好像直接是从国外进货的, 用手轻轻一按, 里面就哗啦哗啦地发出流水的声音这一刻, 她想到的不是范建明, 脑海里却出现了张国栋的影子。 这一辈子, 如果能够跟张国栋在这张水床上, 哗啦哗啦地滚动着, 此生足矣。 因为有电梯, 再加上还有阳台, 外婆就选了三层楼的一个房间住下, 同时, 她还给在旁边。 为范洪生和周亚平, 还有李家良都选好了房间。 亚平呀, 外婆说道, 这房子也太大了, 你跟洪生都搬过来住吧, 一家人和和睦睦地住在一起, 既热闹又幸福呀。 周亚平瞟了范建明一眼, 微笑道, 这房间的主人还没开口呢? 谁是主人呀, 只要我在室, 这房子就是我说了算。 建明, 你说呢? 范建明赶紧点头。 外婆说的是, 还有倩倩, 你爸爸只要好了, 直接搬到这里来住。 回头你跟你爸爸说说, 别以为亲家住在一起不好。 一个家就要有人气, 这么多房间常年没有人住, 会给房间的主人带来晦气的。 李倩倩当然乐意, 但却不敢点头, 也瞟了范建明一眼。 范建明对外婆说道, 放心吧, 外婆, 只要李叔叔能下床了, 我就把他接过来。 还李叔叔呢? 周亚平这时笑道, 倩倩早改口了, 你也应该改口。 上官悠然这时说道, 外婆, 这里房间这么多, 留一间给我呗, 有空我来陪陪你老人家。 上官悠然, 无疑是给外婆出了一道难题。 这可是将来范建明和李倩倩的心房, 答应吧, 让李倩倩情何以堪, 不答应吧, 范建明脸上没面子。 不过外婆的反应非常快, 连想都没想, 脱口而出。 我不清楚, 在国外的家庭是怎么样的。 在国内的话, 一般男人主外, 女人主内, 谁要到家里来做客, 首先要经过女主人的同意。 外婆, 你可是我们所有人的长辈, 难道你不是主人吗? 我老了, 在这里也只能算是享受着儿孙的福气, 这里的女主人当然是倩倩。 上官悠然, 像是恍然大悟, 赶紧走过去, 挽住李倩倩的手臂。 倩倩姐, 我要是没地方住, 到这里来落脚, 你该不会反对吧? 如果不是周亚平的提醒, 看到外婆这么抬举自己, 李倩倩早对上官悠然翻脸了。 外婆是给你开玩笑的, 李倩倩强忍着怒火说道, 就像你所说, 外婆是长辈, 还有爸妈都要住进来, 哪里有我说话的份儿? OK, 你们既然都不反对, 那就是同意了。 好吧, 你们在三楼看着, 我到二楼去找监房, 今天晚上就过来陪外婆住。 说完, 上官悠然连蹦带跳地朝二楼跑去。 周亚平微微一笑, 等着看热闹。 外婆这时却正色地对范建明说道, 小明呀, 不管有没有钱, 咱们这辈子做人要正, 却不能让别人说闲话, 更不能让自己家里的人含心你懂吗? 范建明毕恭毕敬地一鞠躬。 外婆, 我知道了。 周亚平这时却说道, 外婆, 其实这不怪贱明, 你我都知道, 她是个善良的人, 不会那些花言巧语, 更不可能两面三刀。 至于这个上官姑娘, 明白人都知道, 那是她一厢情愿而已。 外婆说道, 问题就在这里, 年轻人交交朋友没问题, 可小明马上就要结婚了, 家里名其妙地冒出这么个小姑娘, 而且对小明还有那种意思, 不管是出于对倩倩负责, 还是对那个小姑娘负责, 我们做大人的, 都不能袖手旁观, 不闻不问。 外婆说得对, 不过年轻人的事我们不懂, 我想, 倩倩是个很能干的人, 她一定能够妥善处理这件事情。 说着, 周亚平看了李倩倩一眼, 李倩倩立即说道, 外婆, 上官姑娘很年轻, 看得出她心地善良, 心直口快。 贱明在国外这么多年, 也靠她跟她父亲照应, 这次她跑到国内来, 也算是我们的客人, 我们应该好好招待她, 也算是替贱明感谢和回报她和她的父亲吧。 外婆点了点头, 同时看着范贱明说道, 小明, 看看倩倩多懂事, 能够娶这么好的媳妇, 真是你的福气啊, 你可要好自为之, 千万别做出对不起人家的事情。 范贱明点了点头, 心想, 将来这栋别墅里, 只要有现在这四个, 而且是涵盖了老中青三代的女人, 到时候够热闹的了。 外婆, 妈, 你们先看着, 我到楼下去陪陪上官悠然, 人家毕竟是客人, 咱们不能慢带了人家。 外婆点了点头, 这孩子真懂事, 你去吧。 李倩倩离开之后, 外婆又对周亚平说道, 这样吧, 你晚上先搬过来, 这房子太大了, 房间也太多了, 我跟小明两人住在这里空荡荡的。 不是还有倩倩吗? 那不行, 虽然打了结婚证, 可毕竟还没举行婚礼, 不能算是过了门, 我们不在旁边就算了, 我们大人住在这里, 可不能欺负人家女孩子。 没事的, 晚上我搬过来住, 回头让倩倩跟我或者跟你住一个房间就可以了。 就像你说的, 房子太大, 要有人气才好。 何况, 小明出国这么长时间, 也没跟倩倩在一起, 让他们多培养培养感情吧。 外婆点了点头, 行, 你既是做妈的, 也是做婆婆的, 贱明和倩倩小两口的事, 倩倩说了算。 咱们这一大家子人的事情, 以后就有你做主。 那可不行, 外婆, 这个家必须有你做主, 也只有你才震得住。 周亚平嘴里这么说, 心里却乐开了花。 范鸿生已然是个废人, 除了听他的, 也没有别的办法。 李倩倩现在对他是感激涕零, 为他马首是瞻。 剩下的就是范建明, 第一次见面, 范建明就把周亚平叫到医院的两个混混给打趴下了, 但周亚平觉得, 如果是斗智斗勇的话, 范建明肯定还不是个现在外婆又开了口, 这个家庭日后, 当然就是他说了算了。 如果说刚开始, 周亚平还只是盯着范氏集团的钱的话, 那么现在, 他还真的盯上了上官悠然给的那张卡, 以及这栋民山小别墅。 他想, 总有一天, 我会把范氏集团, 以及范建明所有的钱席卷一空, 跟着老公和儿子, 在非洲去买一个小岛, 就像是在天堂里一样, 无忧无虑地度过下半辈子。 李倩倩来到楼下的时候, 听到上官悠然在一间房里, 好像是打着电话, 因为声音太小, 说了些什么都听不清楚。 李倩倩推门而入, 看到这里像是一间客房, 里面有床, 也有卫生间, 估计是前主人给朋友留宿准备的。 李倩倩把门一关, 阴沉着脸朝上官悠然走去。 上官悠然见他进来, 立即把手机一关, 笑嘻嘻地迎了上去。 倩倩姐, 这里的房子真好, 床呀, 柜子什么的, 都有, 我晚上就住这一间了, 李倩倩二话没说, 走上去趴地扇了他一个耳光。 小表杂, 你压得着死吗? 我去, 这货居然这么泼。 上官悠然完全没注意, 才被他结结实实地扇了一个耳光, 漂亮的脸蛋立即红了一片, 火辣辣的。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 你要不要脸, 居然来跟我抢男人, 今天不教训你, 你还不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 李倩倩比上官悠然大几岁, 身体也成熟和丰满了许多。 和他相比, 上官悠然就像是刚发育不久的小女孩, 身材苗条, 虽然高挑挺拔, 但分量轻了许多, 李倩倩觉得对付他绰绰有余。 而且, 李倩倩谨遵周亚平的教诲, 他没打算去撕扯上官悠然的头发, 为的就是不让外婆和范建明等会儿看出破绽。 哦! 他抡起巴掌, 一边照着上官悠然的另一边脸扇过去, 一边说道, 你压得还一夫多妻, 跟我成姐妹, 我! 啊啊! 他的巴掌, 还没落到上官悠然的脸上, 上官悠然的一条腿已经飞踹过来, 正好踢中李倩倩腹部。 李倩倩惨叫一声, 这向后退了几步, 巴唧一下坐倒在地上。 李倩倩一下摔猛了, 她正要爬起来, 上官悠然已经脱下高跟鞋, 光着脚丫子走到她的面前, 罩着她胸口就是一脚。 李倩倩再次惨叫了一声, 上身也跌倒在地上。 上官悠然用脚丫子踩住她的脸说道, 谁告诉你, 马王爷是三只眼的, 现在什么年代了, 马王爷他也玩游戏, 所以配上了眼镜, 他现在是五只眼。 巨汉。 李倩倩做梦都没想到, 看上去若不禁风的上官悠然, 打起架来, 居然这么厉害, 整个就像是个爷们, 哪里还有半点少女的影子。 李倩倩只当是自己没注意, 被上官悠然, 偷袭得手, 仗着自己比她长得丰满, 力气肯定也比她大, 所以奋力挣扎着哎呦, 哎呦, 奇怪的是, 她不挣扎还没事, 越挣扎脖子和锁骨之间越痛。 原本以为她那只小嫩脚, 踩在自己的脸上, 没多大事, 谁知道一挣扎, 那只小脚就像只铁榔头似的, 踩着它不能动弹。 李倩倩立即用双手去拨上官悠然的脚, 手刚刚碰到脚, 上官悠然一使劲, 李倩倩又唉呦, 唉呦地叫了起来。 李倩倩从楼上转身下楼的一瞬间, 范建明看到了她目光中的杀气, 所以, 在楼上外婆的房间没待一会儿, 她就走了下来, 感觉这个房间有动静, 刚刚走到门口, 就听到李倩倩痛苦的惨叫声。 范建明微微一正, 其实她跟李倩倩的想法一样, 以李倩倩的年龄和身材, 真要动手起来, 吃亏的肯定是上官悠然。 可现在从房间里传出的惨叫, 却是从李倩倩嘴里发出的, 她感到非常意外。 上官悠然那个挖头片子, 怎么可能打得过李倩倩呢? 上官悠然踩着李倩倩的脸, 冷冷地说道, 给脸不要脸, 你个破鞋, 骂谁是小表杂, 本小姐跟你同事一夫, 那是抬举你, 看你这愁眉苦脸的样子, 天生就是客夫的命, 谁要是跟了你, 谁就会倒血眉。 如果说男人最不能忍受的, 就是被别人骂被戴绿帽, 女人最不能忍受的, 就是别人说自己客夫。 何况李倩倩突然想到, 张国栋不正是因为自己, 才被范建明踹断了两根肋骨吗? 难道自己真的命理客夫? 心里虽然发虚, 而且整个人也被踩在地下, 李倩倩嘴里可不服输。 小表杂, 有本事你让我起来, 刚才我是没注意, 才着了你的道。 范建明满腹狐疑, 他并不清楚里面的情况, 始终想不明白, 上官悠然, 那么苗条的身材, 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 他能压得住李倩倩吗? 上官悠然冷冷一笑, 不仅把腿拿开, 而且还向后退了几步。 李倩倩见状, 立即从地上爬起来, 还没有站直身体, 直接向上官悠然扑去。 这次管不了那么多了, 李倩倩张开双手, 直接要去撕扯上官悠然的头发。 上官悠然看似要往后退, 但却是后脚点地, 前脚直接踩在李倩倩的膝盖上, 紧接着, 后脚直接朝李倩倩的下巴踢去。 啪的一声, 李倩倩感觉自己的下巴 被一个铁锤, 由下而上狠狠锤了一下, 脖子一扬, 眼前一黑, 整个人就像是个倒栽葱, 扑通一声, 结结实实地摔在地上。 这下摔得不清李倩倩 躺在地下的瞬间, 完全失去了知觉。 等她回过神来时, 才感觉后脑勺, 背心和屁股, 针扎般的疼痛。 她感觉自己, 已经被摔成了八块。 上官悠然走到她面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问道, 要不要我扶你起来? 李倩倩怒不可遏, 正要起身, 却发现浑身疼痛不已, 根本动弹不得。 上官悠然冷笑道, 在S国的时候, 范建明一天到晚念叨你, 我还以为你, 长得多漂亮, 多矜持, 多有女人味, 今天我算是开眼了, 你就是个破鞋家泼妇, 我实在没想到, 范建明的口味, 怎么这么重? 李倩倩被她对的, 脸上红一阵子白一阵子, 她从来就没受过如此的屈辱。 最重要的, 不是挨了打, 也不是身上的疼痛, 而是被上官悠然瞧不起。 从小到大, 在同学和所有熟知李倩倩的人中, 李倩倩都是被称之为女神的。 现在好了, 上官悠然不仅说她是破鞋家泼妇, 而且说范建明的口味重, 意思是说她长得丑。 可上官悠然, 长得确实既年轻又漂亮, 她说这话, 更加刺痛李倩倩的心。 李倩倩没辙了, 别说打不过, 现在连从地上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但嘴上却不含糊, 立即反唇相击。 不错, 我就是破鞋家泼妇, 而且长得丑, 那又怎么样? 你长得好, 年纪轻又如何? 范建明的口味就这么重, 我们已经打了结婚证了, 而且元旦就要结婚。 是吗? 你就这么相信范建明会娶你, 而不是耍你玩, 李倩倩一下子呆了。 换在过去, 她相信范范建明绝对不会玩的, 毕竟自己长得漂亮, 范建明一直把自己当女神供着。 但现在不一样, 有一个更年轻更漂亮, 而且, 家里很有钱的小公主在她身边, 她真的会娶自己吗? 那又怎么样? 我跟她打了结婚证, 就是合法夫妻, 就算她不跟我结婚, 或者要跟我离婚, 她名下所有的财产, 都得分我一半。 就说这栋别墅吧, 虽然是你拍下来的, 但却写着她的名字, 而且是在我们打完结婚证之后, 足以证明这是婚后的财产, 也有我一半。 上官悠然瞪大眼睛, 感到不可思议地看着李倩倩。 在此之前, 她还以为范建明有多爱李倩倩, 肯定把在S国富可敌国的财富, 都告诉了李倩倩。 没想到李倩倩只盯着这栋别墅, 也就是说, 范建明根本就没向她亮底。 一个男人, 真要是死心塌地地爱一个女人, 就算是显摆自己, 也会把自己的财产告诉对方, 哪怕仅仅是一半呢? 李倩倩看到上官悠然愣住了, 还以为是自己说, 整个拥有范建明一半的财产, 深深地刺痛了上官悠然, 于是接着说道, 还有她在S国赚的钱, 包括你给她的那张卡, 只要都是她的名字, 就都有我一半。 上官悠然没吭声。 李倩倩接着说道, 你家确实很有钱, 开金矿的对吗? 你看你, 长得这么漂亮, 又这么年轻, 被范建明玩, 还得贴钱给她我多好, 都用不着陪她睡觉, 只要有一张结婚证, 就坐享其成, 你贴给她的每一分钱, 我都能分到一半, 你说, 气人不气人? 站在门口偷听的范建明, 眉头紧锁。 她做梦都没想到, 李倩倩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曾经女神的矜持和高傲, 完全没有了踪影, 剩下的, 就像上官悠然刚刚所说的那样, 破鞋不破鞋不知道, 但确实就像是个泼妇。 不过和李倩倩的变化相比, 范建明更加看重上官悠然的变化。 在S国, 上官悠然就是个无忧无虑, 有时甚至表现的, 就像是完全没脑子一样的萌昧, 但今天好像不太一样。 虽然范建明不清楚里面发生了什么, 但从动静上判断, 一定是上官悠然第二次把李倩倩制服了。 范建明现在就想听听, 上官悠然究竟会说什么? 上官悠然冷笑道, 你恐怕已经不了解现在的范建明了吧? 怎么, 你当他还是出国之前的那副怂样? 我听说你们同学, 小的时候都叫他范建, 对吧? 李倩倩知道, 上官悠然这个时候提问, 就是想套路自己, 如果自己有问必答, 不是被他带进沟里, 就一定会被他羞辱一番。 所以, 李倩倩只是望着上官悠然, 没有吭声。 上官悠然接着说道, 我可以告诉你, 就算你有一张结婚证, 想要得到他的钱, 恐怕没那么简单。 他惦记了你这么多年, 原以为你会给他最浪漫的爱, 和最真挚的情感。 没想到, 你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 仅仅是为了钱。 李倩倩依然没有吭声。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 今天的范建明, 一定会用他的钱, 吊阻你的胃口, 然后让你痛不欲生, 你既不能跟你自己心爱的男人在一起, 他也不会碰你一根汗毛, 让你这一辈子守活寡。 范建明一正, 这种话, 他从来就没对上官悠然说过, 上官悠然是怎么看出来的。 范建明会让你永远待在这种别墅, 先让你看看, 他是怎么玩死你, 心爱的男人, 然后又让你在绝望中, 就像是一盏烧干了油的枯灯, 像个行尸走肉一样活着, 想死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是吗? 李倩倩终于忍不住反问了一句, 他不相信范建明有那么狠毒, 或者说, 他不相信范建明有那种头脑。 你大概还不清楚吧, 他一个被舌头骗到S国去的黑工, 最终能够逆袭成功, 不知道对付了多少雇佣兵和军阀。 整整七年, 可以说天天与死神打交道, 白天跟阎王爷喝酒, 晚上搂着小鬼睡觉, 渴的时候喝人血, 饿的时候吃人肉, 最终才能一统S国的天下。 李倩倩惊呆了, 他完全不相信范建明会有这种经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范建明, 岂不就成了他做梦都想得到的那种蒸蒸铁骨,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吗? 所以, 你不要抱有任何幻想, 不要以为你曾经是他所追逐的女神, 现在依然能够驾驭他你扪心自问, 那些金发女郎就不说了, 就算跟我比一比, 你觉得天下哪一个男人会选择你而放弃我呢? 就算你所喜欢的那个张国栋, 只要他见到我, 恐怕也会越离你远去。 范建明再次紧锁眉头, 张国栋的事情, 他从来就没跟上官悠然说过, 甚至连长凯都不知道, 上官悠然是怎么知道的? 上官悠然接着说道, 以现在范建明的实力, 他可以娶到天下最漂亮的女人, 而天下最漂亮的女人, 只要知道他的精力和财富, 都会趋之若鹜的。 但他却能忍受你的冷淡, 甚至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给你足够的钱, 你说,这是为什么? 李倩倩不知道如何回答。 千万别以为他又是在范建, 今天的范建明, 只有可能他玩别人, 没有任何人能够玩弄他与鼓掌之间, 如果你觉得你还能玩弄他的话, 那么我告诉你, 你已经掉入了他给你挖下的陷阱里, 你陷入其中, 不能自拔却又不自知。 范建明真的有那么恐怖吗? 李倩倩怎么也不相信? 够了, 小丫头, 李倩倩这是挣扎着从地上站起来, 再也不敢骂他小表杂了, 否则, 又得吃眼前亏。 说了半天, 不就想让我离开他吗? 上官悠然摇头道, 离开他, 做梦吧, 他不玩死你, 不会撒手的。 李倩倩还是不相信, 心想, 范建明这次回国, 前妻给了六十万, 后来周亚平又给了一百万, 现在又让自己住进了民山小洋楼, 如果这是报复的话, 我倒想让他报复我一辈子。 李倩倩冷笑道, 小丫头, 你说的这些话, 我听不明白, 我甚至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你肯定不是我的朋友, 应该算是情敌吧, 天下有哪个女人, 会为自己的情敌着想? 上官悠然微微一笑, 情敌, 做我的情敌, 你未免太高看了自己吧? 李倩倩, 说实话, 我特别可怜你。 虽然说可怜之人毕竟有可恨之处, 但作为女人, 我还是想提醒一下你, 你要想得到范建明一半的财产, 除非他死, 作为一, 双, 或者说是第一遗产继承人, 你或许还能多得一点钱, 只要他活着, 你得到的每一分钱, 最后只能成为冥币, 供你在十八层地狱里使用。 范建明眉头紧锁。 正如李倩倩所说, 如果上官悠然是在使用女孩子的心计, 企图把李倩倩从她的身边逼走, 这倒没什么。 可问题是, 他居然提醒李倩倩, 只有在范建明死后, 李倩倩才可能得到他想得到的钱。 上官悠然的意思, 是想让李倩倩害死自己吗? 李倩倩听明白了, 也觉得上官悠然说得有道理, 他若是真的想要干干净净地 拿到范建明的一半财产, 在目前的状况下, 恐怕只能等到范建明意外身亡, 可他从上官悠然的眼神里, 好像看到了某种暗示, 那意思好像是想让他害死范建明。 他从上官悠然的眼神里, 看到了一股稍纵即逝的杀气。 那种眼神, 像上官悠然这种年龄的女孩子, 是不该拥有的。 李倩倩意识到, 上官悠然不仅并不爱范建明, 好像还与范建明有什么刻骨仇恨似的。 他茫然了。 可不管怎么说, 李倩倩毕竟是个本本分分的普通人, 让他为了得到财产, 而去害死范建明,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零。 我说, 你究竟什么意思呀? 李倩倩进一步试探着, 想弄清楚上官悠然的真实目的。 上官悠然微微一笑, 我的话已经说得够多了, 自己好好想想吧。 上官悠然的话说得确实不少, 几乎刷新了范建明对他的认识, 以他今天说话的内容, 以及口吻的成熟度, 完全超出了他的年龄。 范建明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但却不愿意往那个方面伸想, 他更愿意简单一点, 希望上官悠然仅仅只是在跟李倩倩争风吃醋。 这时, 楼梯上传来了周亚平的脚步声, 范建明立即扭动门上的把手, 推门而入, 他不想让周亚平发现自己在门外偷听。 上官悠然一看到范建明进来, 立即一溜小跑地跑到他的面前, 依然是光着脚丫, 挽住范建明的胳膊直跺脚。 建明, 他打我, 你看, 我的脸都被他打红了, 现在还火辣辣地痛呢。 李倩倩这时才明白, 为什么俗话说, 打人不打脸。 其实李倩倩刚刚是吃了大亏, 上官悠然, 却来个恶人先告状, 而且, 他的小脸蛋上, 李倩倩留下的, 还没完全褪色的五爪印, 粒粒在目, 看着就让人心痛。 可李倩倩伤痛在身上, 外人是看不出来的。 毕竟是他先动手打人, 现在吃了暗亏, 当然作声不得。 更重要的是, 他没法像上官悠然那样, 在范建明面前, 又是卖萌, 又是撒娇。 对于女人来说, 如果不能在男人面前, 使用这种武器, 不管是可爱度, 还是魅力值, 都会逊色不少。 何况李倩倩一直在范建明的面前, 总是个苦瓜脸, 也就难怪上官悠然, 说他客夫。 现在上官悠然亲密无间地, 与范建明撒着交, 李倩倩却像是个路人。 强烈的自尊心, 又使得李倩倩既不愿, 又无法向范建明证明, 其实刚刚是自己吃了大亏。 李倩倩无语地看着范建明, 只想听听他是怎么表态的。 对于李倩倩来说, 此时此刻范建明的态度相当重要。 范建明还没来得及表态, 身后就传来周亚平的脚步声, 三人不约而同地朝他看去。 周亚平走到门口的时候, 刚好听到上官悠然在向范建明告状。 他看了一下上官悠然的脸, 好像还真有红印留在上面, 倩倩, 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人家一个女孩子从外国来, 举目无亲的, 就把范建明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就算你心里不舒服, 也得做出个主人的样子。 要知道, 他父亲可是范建明的老板, 在国外照顾了范建明这么多年, 我们感谢人家都来不及, 你居然。 李倩倩知道, 周亚平绝对是站在自己一边, 他当面这么说, 只是处于客套而已, 所以老老实实地站在那里一声不吭。 上官悠然立即又跑到周亚平的身边, 挽着她的胳膊说道, 还是阿姨公正, 建明也是没谁了, 我都被人打了, 她居然一句话都没有。 阿姨, 你可得替我做主呀。 周亚平笑了笑。 悠然, 你也得理解一下范范, 毕竟他们准备元旦结婚, 这个时候冒出来一个你, 换做任何人恐怕都很难接受。 为什么不能接受呢? 我又不会跟他抢男人, 顶多也就是跟他共同生活在一起, 他们先结婚, 那就让他做大, 我做小好了。 周亚平扑斥一笑。 孩子, 虽然你是个华商, 但我相信你们西方也跟我们国家一样, 都是一夫一妻制。 问题是我和建明现在都生活在S国, 那里可是一夫多妻制, 法律名文规定, 一个男人最多可以娶四位妻子, 如果不娶的话, 法院还要上门罚款, 直至判刑。 是吗? 周亚平瞟了范建明一眼。 那生活在S国的男人, 该有多幸福呀。 阿姨, 我真的没有骗你, 不信你上网搜搜, S国的法律就是这样。 可现在, 你不是在东方吗? 我们这里只能一夫一妻制。 这样吧, 周亚平说道, 将来如果你们回S国生活, 我绝对不干涉, 但在国内, 建明只能有一个合法的妻子, 那就是倩倩, 你绝对不能干扰他们的生活。 上官悠然委屈的一督小嘴。 阿姨, 你的意思是要哄我出门吗? 周亚平笑道, 怎么会, 这样吧, 因为国内的特殊情况, 如果别人知道你是从S国, 一路追建明追到这里来的, 传出去不好听。 从今天开始, 我就认你做干女儿, 那样的话, 你就等于是建明的妹妹, 住在这栋别墅里, 也就不会有人说闲话了。 上官悠然, 立即蹦了起来, 一双小手拼命地鼓着掌说道, 什么干妈呀, 你就是我亲妈, 妈。 上官悠然叫妈的声音和表情, 可比李倩倩甜多了, 也可爱多了。 周亚平十分怜惜地扶摸着她的头发, 真心希望她能够成为自己的儿媳妇, 而且, 她正在为此打基础。 范建明和李倩倩都不清楚周亚平的这种想法, 都认为她是在演戏, 目的只是为了帮助李倩倩摆脱尴尬的局面。 周亚平这时又对范建明说道, 虽然这里什么都不缺, 但柴米油盐却没有。 这样吧, 你要是有事, 就自己忙自己的去, 等会儿我带着倩倩和悠然到超市转转。 范建明点了点头, 那就辛苦你们了, 我还真有点事要办。 虽然第一次与上官悠然交锋, 李倩倩可以说是完败, 不过事后范建明并没说她什么, 这多少让她心里有点好受。 周亚平带着他们离开的时候, 上官悠然还不忘回头朝范建明做了个鬼脸, 范建明微微一笑。 这一切都被李倩倩看在眼里, 但却一声不吭。 她很清楚, 男人都喜欢女人这种卖萌装嫩, 如果想抓住范建明的心, 最好也能如此。 可在李倩倩的心里, 从来就没瞧上范建明, 让她像上官悠然一样卖萌装嫩, 她实在是做不出来。 即便是为了钱, 她觉得在范建明面前卖萌, 简直能把她自己给恶心死。 等到他们离开之后, 范建明立即打电话给长凯, 问了一句, 关于李倩倩和张国栋的事情, 你知道多少? 长凯一下猛了。 他们是谁? 需不需要我查查? 范建明就是想证实一下, 上官悠然是不是从长凯那里得到的什么消息, 现在证明, 上官悠然还有另外一个渠道。 那就算了, 你再给我查一下新生活连锁超市的老板吴文利, 看看他现在在什么位置。 长凯搜索了一会儿, 回答道, 他现在在新街口的一家超市里, 那里应该是他的总部。 把他手机号码告诉我。 OK。 范建明立即拨通吴文利的手机号。 喂, 请问是吴总吗? 是的, 请问你是哪一位? 范建明, 我是张国栋的同学, 上次在医院。 哦, 原来是你呀, 你现在可是江城的大名人。 对了, 你怎么有我的手机号? 范建明微微一笑。 江城就这么大, 你又长得这么漂亮, 而且又是新生活超市的老板, 想得到你的手机号码, 还不容易吗? 吴文利痴痴地笑着。 你这算什么? 我可以视为你在聊我吗? 怎么认为是你的权利, 我就想知道, 不知道美女老板有没有空, 我想请你出来聊聊。 还是在聊我呀, 嘻嘻, 吴文利笑道。 聊聊没问题, 不过你可想清楚了, 万一聊上瘾, 要想不跟我聊了, 恐怕就没那么容易。 你这算什么? 我可以视为你在威胁我吗? 切, 这么大的人了, 能不能有点创意, 鹦鹉学蛇的话, 聊不下去了。 行, 那你能开车来接我吗? 我去, 这就是你的创意呀。 没办法, 刚回国, 还没来得及买车。 你在哪儿? 明山小阳楼? 标志性的建筑呀, 你等着, 我直接搜索过去, 就OK了。 吴文利在医院里, 第一次见到范建明的时候, 就看出他与众不同, 所以还主动想让范建明搭车。 今天又在竞拍会上, 看见上官悠然, 把明山小阳楼拍下之后, 直接送给了范建明。 不管是女扮男装的上官悠然, 还是范建明, 都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致, 吴文利正想着如何安排一次与范建明的邂逅, 没想到, 却接到了他的电话。 他立即拿起手包, 赶紧出门坐在车里, 然后打下前挡阳板背后的镜子, 又从手包里拿出粉饼盒, 先是在脸上曝了层白粉, 用眉笔描了一下眉, 再检查了一下假睫毛, 然后再抹了抹唇膏, 抿了抿嘴唇, 最后掏出香水, 先在自己的身上喷了喷, 又在车里喷了一圈, 他要让自己身上的香味, 留给范建明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吴文利才启动轿车, 打开车载导航移, 直接朝市郊的明山小阳楼驶去。 恰好在市郊通向市区的岔口, 吴文利与周亚平的车擦肩而过, 看到周亚平开着车, 副驾驶的位置上坐着李倩倩, 吴文利会心地笑了笑。 她也是在今天的拍卖会上, 发现这两个女人坐在范建明的身边, 这两个女人显然是刚刚离开明山小阳楼, 范建明就来电话让她去接, 其中的含义不言自明, 只是她不清楚, 后排座上还坐着上官悠然, 不过已经换回女儿装的上官悠然, 吴文利即使看到, 恐怕一下子也认不出来。 吴文利把车停到别墅的门口, 已经被整个别墅的外部环境震撼到了, 感觉就像是一个室外桃源, 别说是一二线城市, 就连省城也没有这样好的环境, 一亿两千万的价格, 真心不贵。 不过她很清楚, 从今天拍卖会上的场面来看, 就算是抬得再高的价, 恐怕她也竟拍不下来。 吴文利也听说过麦克的事情, 却没想到半路还杀出个是上官悠然, 如果不是麦克及时收手, 这栋别墅的价格还不知道会拍成什么程度。 至于里面的环境, 拍卖的时候, 主持人已经播放了视频。 而且对于有钱人来说, 室内的装潢都不是问题, 问题是, 找不到这样好的外部环境。 吴文利不得不承认, 这栋别墅的前主人, 确实有眼光, 居然选择在这里新建了这么一栋小洋楼。 这栋小洋楼, 刚刚建成不久, 后来被政府规划成森林公园, 也就没有再批地新建新的建筑, 甚至还有传说, 当年政府还准备让小洋楼的主人搬迁, 小洋楼的主人甚至告到了大使馆, 这事才耽搁下来。 没想到换届之后, 政府又重新规划了, 森林公园被移到更远的地方去了。 这一块地准备新建成新的别墅群, 而这栋民山小洋楼, 已然成了本事标志性的建筑。 吴文利刚刚推门下车, 范建明就从里面出来, 他笑着对吴文利点了点头。 不好意思, 还劳烦大家亲自过来接一趟, 咱们走吧。 怎么, 刚刚拍下本事的标志性建筑, 也不请我进去做做? 范建明解释道, 刚刚搬进来, 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就想烧壶开水, 也没有电壶和茶叶再说了。 我的未婚妻刚刚离开, 这个时候请你进去, 好像你还见不得人似的。 你是贵宾, 等着你收拾好了之后, 我一定把你当成贵宾, 在这里好好接待你。 老司机啊, 想必一定是泡妞高手吧, 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 而且让人听得这么舒服。 我是实话实说, 要不? 算了, 你说得没错, 就算是来做客, 我也应该等女主人在家。 走吧, 上车。 外婆站在楼上, 看着他们上车离开, 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不管怎么样, 范建明是他的外孙, 他当然希望范建明过得好, 只要范建明愿意, 就算交再多的女朋友, 外婆也不会干涉的。 不过有一条, 只要是李倩倩在场, 而且和范建明带回家的女人发生冲突, 她一定会旗帜鲜明地站在李倩倩这边。 对于外婆来说, 这是原则, 也是底线。 上哪儿, 吴文丽一边开着车, 一边问道。 刚刚在车外见面的时候, 吴文丽身上扑鼻而来的香味, 就让范建明为之心旷神疑。 等到坐在车里, 傻傻地分不清车里的香味, 究竟是从吴文丽身上散发出来的, 还是车里本身就有的。 她正不断地深深呼吸, 享受着那种令人亢奋的香味, 忽然听到吴文丽问自己, 范建明笑道。 你选地方吧。 几个意思呀, 吴文丽朝她抛了个媚眼。 你请我出来聊聊, 让我选地方, 是不是分手的时候, 还要我买单呀? 我离开这里多年, 不太熟悉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再说了, 咱们名人面前也不用说暗话, 就你我现在的条件, 还至于计较谁买单吗? 当然要计较, 这可不是钱的问题。 吴文丽微微扬起脖子, 扬装思考状。 如果你买单的话, 那只能证明我们的关系非常普通, 别人有可能觉得你是在泡我, 也有可能觉得我们是在谈一笔业务, 但要是我买单的话, 后面的话不用说, 那就是证明两人的关系不一般了。 范建明心里好笑, 刚刚还说我聊他, 这特么究竟谁炮谁呀? 范建明笑道,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来了, 那今天必须由你买单。 凭什么呀? 吴文丽夸张地尖叫道, 咱们才见过几次面呀, 再说了, 我可是你同学的女朋友, 朋友之妻不可欺呀。 嘴里这么说着, 吴文丽那双大眼, 却不停地向范建明发射出火热的目光。 范建明微微一笑, 我这不是还没欺负你吗? 再说了, 你还没结婚, 怎么能被称之为妻子呢? 更何况, 同学是同学, 同学和朋友之间, 差距好像还不止一点点。 吴文丽故意甩了一下头发, 样子特别撩人。 你挺能说的吗? 怎么张国栋说你小时候不善言辞, 而且你还有一个外号? 犯贱。 嘻嘻, 吴文丽笑道你是怎么犯贱的, 要不现在犯一个让我瞧瞧? 正如你所说, 朋友之妻不可欺, 张国栋是我的同学, 我今天约你出来, 是不是有点犯贱呀? 切, 你这可是骂人不带脏字。 我骂了你吗? 可不咋地, 说什么不好, 为什么说现在的事, 别的妞被炮, 都是坐在家里等着, 我倒好, 猴急地开车赶过来接你。 要说今天我们之间有一个犯贱的话, 恐怕是我吧。 犯贱明微微一笑。 我真没想到, 你原来这么小气, 在医院里见到你的时候, 我可被你的风采给迷住了, 感觉你气质高雅并且落落大方, 应该不会拘泥这些小结。 那么现在呢? 我已经陶醉在这亲人心扉的香气之中, 哪里都不想去了。 吴文丽再次端向了范贱明一眼, 发现他浑身上下都充满一种野性的阳刚之气之外, 而且特别有情调, 根本就不像张国栋所描述的那样, 既窝囊, 又木讷, 而且人见人烦。 吴文丽看到, 旁边有块草坪, 草坪上还有棵大树, 他直接把车开到大树边上停下。 怎么了? 范贱明不解地问道, 你出国了几年, 我也刚来江城不久, 既然我们都不熟悉这座城市, 而且你也说过, 现在哪儿都不想去了, 那么我们就不妨在车里待着, 享受一下田园风光, 倒也少了几分都市的俗气。 说的, 他按下自动开关, 座椅的靠背立即倒下, 他阿娜多姿的身材躺在那里, 显得特别诱人。 别说是跟上官悠然相比, 就算是相对于方亚丹, 李倩倩而言, 吴文丽都算不上漂亮。 但他的身体更成熟, 也更丰满, 尤其是躺倒之后, 他脱下高跟鞋, 把一双腿交叉架在仪表台上, 裙子自然而然地向身体上滑动。 两条雪白的腿, 在阳光的照射下, 显得晶莹剔透, 甚至有点炫目。 这是他的招牌动作, 每次他想车震的时候, 就会这样躺着, 旁边不管坐着张国栋, 或者是其他的男人, 在这种时候, 通常都不可能把持住自己。 范建明也是个男人, 看到他这副迷人的样子, 心里也有一点蠢蠢欲动。 不过他可不是冲着吴文丽的身体来的, 干咽了一口之后, 他也把自己的靠背不响, 与吴文丽平行地躺着。 吴文丽微微一笑, 聊了一句, 你从没车震过吧? 车震, 范建明眨巴着眼睛, 看着吴文丽, 反问了一句, 什么是车震? 真的假的, 连这都不知道。 也难怪, 他这几年是在非洲, 而不是在西方, 或许非洲比东方, 更加趋于传统和保守吧。 吴文丽扑斥一笑, 没什么? 对了, 你约我准备聊什么? 想跟你谈合作? 合作, 吴文丽眼睛微微一眯, 充满警惕地反问了一句。 你是准备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吧? 以你的经济实力, 在江城干什么事, 还用得找找人合作? 你是听谁说的? 我的经济实力, 足以让我不用跟任何人合作。 张国栋跟我说过, 你的父亲是范氏集团的董事长, 而今天拍卖会上, 那个年轻的帅哥, 连这栋小洋楼带那张现金卡, 一共给了你五个亿。 我想, 这应该不是你全部的家当, 而你这五个亿, 再加上范氏集团的财产, 不说你是江城的首富, 恐怕也可以称得上是首富之一吧。 除了这些, 还有我的外号叫范贱之外, 张国栋还跟你说了什么关于我的事? 没有呀, 吴文丽美目一条。 你今天是不是打算, 给我讲一点关于你的故事呀。 别的事就不说了, 还是说一点与你我都有关系的事吧。 你的故事里, 还会有我吗? 今天在拍卖会的现场, 你大概已经看到了, 坐在我右边的那个女人吧。 吴文丽点了点头。 张国栋跟我说了, 坐在你左边的是你后妈, 坐在你右边的是你的未婚妻, 对吗? 那她没有告诉你, 我的未婚妻名叫李倩倩, 读高中的时候, 张国栋就在跟她谈恋爱。 吴文丽一愣, 我听说你跟她都打了结婚证? 是的。 可你在说到她跟张国栋的事情时, 好像是在说一个与你无关的女人似的。 你知道张国栋为什么住院? 肋骨断了两根。 怎么断的? 骑电停车撞到树上去了, 怎么? 听你这意思。 那是我一脚踹断的。 接着, 范建明把那天晚上的事情, 向吴文丽描述了一遍。 就像吴文丽所说, 她在讲述那件事情的时候, 就像是再说一件与她无关的事情一样。 吴文丽一听, 脸色刷得一下变得铁青起来, 她立即把靠背伸起来, 一声不吭地启动了轿车。 范建明见状, 微微一笑。 你这是干什么? 李倩倩是我的合法妻子, 她都准备给我戴绿帽, 我都不生气。 你这是生哪门子的气? 再说了, 何止是李倩倩, 还有那个在拍卖场上当面对你的方雅丹, 也是我们的同学, 跟张国栋也有一退, 这个你也清楚, 要是这么容易生气的话, 我担心你真的会被气死。 吴文丽白了她一眼, 怪不得别人都叫你犯贱, 我看你是贱得可以。 怎么了? 我的未婚夫完了你的妻子, 所以你就想来玩我, 对吗? 不是。 什么不是, 我你人母狗样的, 还以为是你们同学瞎了狗眼, 有眼不识泰山, 现在我才明白, 原来是我眼瞎啊。 说完, 她松开刹车, 正准备送范建明回别墅。 范建明微微一笑, 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你说? 先熄火吧, 恐怕一两句说不完。 吴文丽立即熄火, 侧着脸, 不屑一顾地看着范建明, 看她能说出个什么子丑银帽来, 恰好在这时, 周亚平开着车回来了, 路过草地边上的时候, 李倩倩倩, 李倩倩看到了停在大树下的, 吴文丽的那辆车。 因为距离有点远, 而且树荫挡住了轿车的玻璃, 李倩倩看不清车里的人是谁, 但她却知道, 这辆车是吴文丽的。 哦! 自从范建明告诉她, 张国栋又和吴文丽在一起之后, 她曾经去过新生活连锁超市, 暗中还跟踪过张国栋一段时间, 不仅认识这辆车, 也记住了车牌号。 明山小阳楼被上官悠然拍下来之后, 当众给了范建明、 张国栋和吴文丽在场, 他们肯定知道, 现在李倩倩和范建明将是这栋别墅的主人。 既然如此, 他们把车开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 李倩倩以为车里面坐的是张国栋和吴文丽, 想到他们有可能是在那里车震, 心里不仅不度恨, 反而觉得该不会是张国栋想见自己, 故意让吴文丽把车开到这个地方来的吧。 想到这里, 他的小心脏居然剧烈地跳动起来, 面颊也微微泛红。 不过这种心跳的感觉转眼极是。 毕竟与张国栋附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而且范建明的巨额财富让他无法抵抗。 李倩倩忽然想到上官悠然刚刚说的话, 假如范建明真的死了, 自己突然天降巨负, 一下子拥有了几辈子都花不完的财产, 那个时候, 张国栋还会回头吗? 他的妈妈, 还会坚决反对吗? 范建明也看到了周亚平的车一晃而过, 他脑海里首先出现的并不是李倩倩的影子, 反而是上官悠然。 尤其是上官悠然跟李倩倩说的那些话, 让他不得不想重新全面了解一下上官悠然。 看到他半天没吭声, 吴文利冷声道, 发什么异症, 有话赶紧说, 我店里还有事。 范建明已经知道吴文利的心态。 显而易见,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本来吴文利对范建明就有那种意思, 如果范建明也有那种意思的话, 按照刚才的节奏, 说一些应景的浪漫话, 两人很可能就会在这风景优美的郊外车震起来。 最令吴文利无法容忍的是, 就在乌龟看绿豆, 刚要对上眼时, 范建明却说出了张国栋和李倩倩之间的事情。 在吴文利看来, 范建明今天找他, 已然不是被他的魅力所倾倒, 仅仅只是想通过他, 对张国栋和李倩倩实施报复而已。 从第一次见到范建明, 还不知道他拥有如此财富的时候, 吴文利就给了他一个暗示, 让他搭车, 言外之意就是对他产生的好感。 今天接到范建明的电话之后, 吴文利二话没说, 第一时间开着车赶来接他, 足以说明范建明在他心目中的好感, 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当范建明说, 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 甚至留恋车里的香味, 不愿意离开的时候, 吴文利又选择了一个适合车阵的地方, 究竟停下了车, 就算傻瓜也知道, 在这种节奏之下, 要想得到吴文利的身体, 根本就用不着那么多废话。 范建明偏偏在这个时候, 扯出张国栋和李倩倩的事, 当然让吴文利大倒胃口, 也就难怪他说, 范建明是范建了。 可范建明的本意, 并不是想得到他的身体。 范建明解释道, 我之所以把李倩倩和张国栋的事情说出来, 并不是想利用你报复他们, 顺便又提了一句方雅丹, 更没有想羞辱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只是想说, 男女之间难道就是床上的那点事, 真的没有互相倾慕, 永远保持纯洁的那份真挚的情谊吗? 挺浪漫的, 吴文利撇了撇嘴。 我听说你读完高中就出国了, 没想到还挺文青的。 我在国外就是个搬砖的, 什么口粗暴什么口, 从来不懂得拐着弯说话。 但今天好像不一样了? 因为面对的是你, 在我的眼里, 你就像是一个圣洁的女神, 雍容华贵而不作作。 吻文尔雅又不失大气, 在你面前说任何一句粗话, 我都觉得是在亵渎圣灵。 我。 慢点慢点。 一直斜靠在背上, 斜着眼睛看范建明的吴文利, 立即坐直身子。 虽然我读了四年大学, 而且还是中文系的, 可悲你这一连串的形容词 弄得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我是实话实说。 别, 如果你这是实话的话, 以后留着, 在我的背后, 当别人的面说, 这么面对面的吹捧, 我脸皮再厚, 也会觉得不好意思的。 这真不是吹捧, 我想要告诉你的是,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 有一件钟情的话, 我见到你的第一眼, 就已经不能自拔了。 这话吴文利爱听, 当然, 恐怕任何一个女人都爱听这话。 吴文利美目一瞟。 然后呢? 然后我想到, 自己居然跟李倩倩已经打了结婚证。 好像没人强迫你吧, 你刚刚对我说的这些一美之词, 恐怕也没少对李倩倩说吧。 不然, 他怎么会跟张国栋谈了那么多年恋爱, 突然之间就嫁给了你? 范建明只好把自己回国, 巧遇方亚丹, 以及李倩倩为了给父亲看病, 不惜屈尊跟他结婚的经过, 从头到尾地跟吴文利说了一遍。 吴文利摇了摇头, 李倩倩为了父亲, 不惜签下城下之盟, 对此我不仅理解, 而且十分感动, 他那份孝心, 真可以说日月可见。 正因为如此, 我才把是否离婚的决定权让给了他。 可我不明白的是, 既然你跟他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 为什么稀里糊涂的就同意跟他打结婚证呢? 也许这就是不忘初心吧, 读书的时候, 方亚丹和李倩倩两个人, 在我心里, 就是女神一样存在。 方亚丹的家庭条件更好, 让我有种可望不可及的自卑感, 当我回来的第一天, 突然遇上这么好的事情, 你说, 我能抗拒吗? 明白了, 你还是个多情的种子, 吴文丽叹了口气, 又问道, 我算是弄明白了你们之间的关系, 不过我想问的是, 你今天叫我过来, 就是为了谈这些事情吗? 然后呢, 是让我放弃张国栋, 还是想让我帮你报复他, 给他的脑袋上戴的绿帽子呀?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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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愿意,